今天澳门的小学和部分中学迎来了开学第一天 不少学校在开学典礼上举行庄严的升旗仪式 迎接新学年的到来 早上八点 由87年历史的澳门豪江中学 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 近两千名师生齐唱国歌 我每次升旗拿着的不单单是国旗 还有一份责任 我热爱我的祖国 我更热爱升国旗这任职责 校方介绍说 自从澳门回归祖国之后 除了美学年开学典礼 美星期一也会举行升旗仪式 平时还会对学生进行国旗 国歌 国徽的教育 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教育我们的学生 作为一个中国人 要知道自己的祖国 希望教育他们能够爱国爱澳 还有通过一系列的教育和活动 使得我们的同学培养他们 有正确的是非观和价值观 在豪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 当天用普通话举行了开学典礼 在开学典礼上 校长带领大家 重温了当年学校第一次升旗国旗的场景 我们在非高等教育纲要法里面 很清晰我们的目标 就是爱国爱澳厚得尽善 已经放在我们的教育纲要法里面 所以去推广我们的学生的家国情怀 和爱国教育 是作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育目标 感谢观看